南方了 你就要说是副位 大门朝南方 房门为副位 懂吗 也就是说 他这个里面这个房间 就是一个副位 懂了吗 为什么不可以说朝南呢 因为朝南的话 你就要知道他度数了 准准的度数 所以不可以 然后记住 拿度数药 如果有机会 你们拿到罗盘 这个的高度和这个的高度 一定要一样的 一定要一样的 它的高度 不可以说在肚脐 肚脐上面的 就要准准的一样的高度 我没有卖那个价子 那个价 我没有卖 你不要以为 这个应该是 没胳 我没胳 那个你去那个 心里面就有了 不是拍照的吗 那种 拍照的 你看这个拍照的 对不对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买这样子的 千万不要买这样子 去跟人家看风水 为什么呢 它的底 它的那个圈 它的铁很重 拿得重 还有 你的罗盘放上面 它的针不听话 它的磁场应该是挺大的 它不听话 那么你就以为它家有鬼 懂吗 他们自己拿去他们的朋友的家 因为朋友的家 他们拿去 助理拿去朋友的家 都是不收钱的 不收钱就随便拿这个 没有收钱 他说它的厨 随便是鬼 它家全都有鬼 鬼很多 为什么 放在这边 这里有的 鬼 随便都是鬼 所以要买普通的 买普通的 底下不要有铁的 你们自己去看 很多 外面很多 OK好 所以 门朝南方 房门这个地方是 副位 大门朝南方 房门朝副位 住在里面 就一定要很谦虚 做什么事情 要很谨慎 大家有一个 共同的地方 要记住 如果你的孩子很坏蛋 很坏蛋 非常坏蛋 你就让他睡 副位 他就会慢慢慢慢 多动症 你知道吗 就慢慢慢慢 他会好下来 如果你孩子 是那种静静的 叫Uncle 他的头也是Uncle Uncle在底下 Unty Unty Stupid Dog Stupid Dog 很怕的那种 甚至有时候 有人在电梯里面 他都不敢进去的 那种很怕的 很害羞的 那你就给他 睡生气方 要求儿子的 很想求儿子的 因为十个都是女儿 很想求一个儿子的 睡生气方 不要 我十个都是儿子 那你睡副位 那就可以求到儿子 女儿 所以听起来懂吗 副位就是比较轻的位置 生气比较重的位置 就是这样而已 我是做生意的 副位 副位会把你的生意 搞得一百涂地 或者 我在副位税 我赚很多钱啊 如果你不在副位税 你赚了更多钱 那我是做生意的 睡在生气位 但是 这个 这个生意的人 睡在生气位呢 有好 有不好 好的 赚很多钱 睡在生气位 赚更多钱 颜色配搭的好 不用做工也有钱 那个是要做梦啊 照理是这么说 但是他会犯桃花 他会背叛他另一半 一定背叛的 除非他不讲 为什么 因为他也会增长他的桃花 增长他的桃花 很灵的 因为我试过 放了之后 一大堆乌鸦都来 乌鸦什么色的 他打扮到白白 以为我认不出来 他一讲话 啊 我只知道是 哦啊 所以 这些都是要小心 要小心 好 这个位置 所以住在这个房间 你这个房间给谁住 哦 好 那 没有 你可以租出去 租出去 所以啊 这个房间呢 很适合什么人 谨慎的人 如果说你给一个人住 你租给他 对不对 你要签款 这个时候 他看一下 这样看一下 嗯 这个住在里面一定好的 不会跑的 如果住在里面的 跟你住屋子 住在里面的人呢 就是那种 翻一点点corner就签名 翻一点点corner就签名的那种 你知道我们买车的时候 我看你们买车都是一样的 跟我买车是一样的 如果可以dumbling 我全部都dumbling 对啊 不用看的 我的朋友啊 买 他是律师 你知道他买车 他叫他给他这个report回家看 可以吗 然后那个女孩子说 应该没有问题的嘛 那你再打一封信给我 只要合约上有问题 我愿意付全责 哇 那个Sierce的点点 没话说 然后他买的又是他们 他们的车 他们的公司的车 息息最小的 他看是这样看的 人家说咖啡喝完还没看完 没有那么夸张 店关了 他还没看完 买什么车都是这样 谢谢他们 然后他会摄格 他会摄格起来的 这个不符合 你们是根据哪个条文 他是很严格的 我在等 他不懂 他那么严格 你没有给人 那种细料 你不用严格的 我看他车就是 就拖 好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是一个前途很光明的位置 但是 如果是 骄傲啊 或者是 做事情啊 不会去谨慎的 不会考虑的 走就走的 那种啊 那种人住进这样的房子 房间就不好 说的也就是你们的 大门朝南 房门是复位 那 就跟你的这样子是一样的 不是他而已 你们的大门朝南都可以这样看 所以要记住啊 这个 这个 睡在这个地方呢 他的损失啊 或者不赚钱啊 或者不顺啊 都是由他的 他的那个 那个 性格 性格 那么这一间跟这一间的 不一样的地方 一样的是复位 不一样的是 这种的弯曲 这样子的一个弯曲 弯曲 大家要记住的是 这个房间和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会觉得这个房间 就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有两条道 两个位 在风水学里面呢 他有两个位 就是 这个呢 是在这边 是一个位置 朝南复位 对不对 但是这个呢 这边是副位 这边也是一个位 明白吗 这边也是 如果我把 这边啊 叫contractor 跟他封死 你就出不去了 也进不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位置 是很重要的位置 你们要这样 这样看就对了 懂吗 如果这里呢 这里你把这边封住 一样的 就是一样的 懂吗 所以这样子的 叫双叠的位置 双叠 双叠的位置 在房间里面 就算是一个小玄关 小玄关 所以这个位置 比如说门 门 你这边跟他封死 没有用啊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门是 这样子 这样进去 这样弯的那种 就要算两个位置 好 所以这个 bed room 跟他比较起来呢 当然就会 比较好一些 好的地方 就是他有两个方位 一个是潮西 一个是潮南 他有两个方位 两个方位 两个方位 当然就有两个说法 另外呢 还要注意的是这个 我们的store room 对着的我们房门 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store room 有关门啊 还有 如果store room 对着客厅的窗口 或者store room 对着门 或者store room 对着什么都好了 对着墙壁就没问题了 那大家都不要烦 把你们的 那个store room 叫什么 储藏室 叫那个contractor 跟他 设计师跟他 做一个储 要用的时候才打开 不要用的时候 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储 那就没事了 store room 一定要整齐 store room整齐啊 是很好的 对我们的财富 是有帮助的 好 那么这个是主人房 主人房是对着西的 看到这个西是什么 西是无鬼 对不对 大门朝南 房门是朝无鬼 这个呢 是运气不佳 夫妻如果在这边的话呢 运气不佳 那么水火不容 那是不是不好呢 不一定哦 不一定不好的 这个位置 诸事难成 所以如果是新婚夫妇 住进去里面 刚刚结婚 那么用这个 无鬼门 这个无鬼门 无鬼位置 来 接新娘 接了新娘之后 不是要 夫妻就一起去 他的 新家吗 新房吗 那就不好 如果是老夫老妻 住无鬼就好 所以有这么的说法 头朝 头啊 床头朝无鬼方 是年龄已经超过50了 就不受无鬼的治 无鬼来作弄你 无鬼治你 就不受无鬼治 无鬼治不了50岁以上的人 但是还是要注意啦 不是说 无鬼我们不怕 所以这个新婚的 反而是不好 新婚 刚刚结婚 老夫老妻了 已经是 十多年了 七八年了那种 那么 这个屋子来住 那可以 那就可以 所以这个位置呢 不适合那些新的 更不适合单身的 如果我是单身的话 我住在里面的话就不好 又是新的 那就更糟 所以无鬼要记住 住得越久越好 住得越久 你要住得久一点 所以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先住给人家也可以 这个房间 是我的夫妻的 我们刚刚结婚啦 你可以先住给人家 住了两三年之后呢 有人弃了之后 你才搬进去啊 这样子能减轻 就能减轻这个位置 OK 这是主人房的关系啊 那么 那么这个 你们就要翻开另外一个 是坤的 有没有人的家 这个地方是朝西南的 有吗 这个图是谁的 我忘了 这个朝西南的 我们全部就只有八个门而已 今天讲八个门而已 但是他的房门就很多种不一样啦 房门我不可能找到一个八个房门的啦 我们先从他的 算是主人房吧 Master Bay Room 2 Master Bay Room 1 算是主人房也是 不管是不是主人房 他这个门是朝向东南的 会不会看 向着东南的 然后昆 东南是昆的吴鬼 东南是昆的吴鬼 首先大门你要看的是朝向昆 昆的大门 然后呢 他的房门是朝吴鬼 这个是一个运势啊 身就是能够提升的一个很好的位置 在这里 就是门 大门必须要朝西南 而他的房门呢